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近日通过官网正式上线了对于其最尖端的英特尔18a制程工艺的介绍 并称其已经准备就绪 根据外界预计,英特尔18a将于2025年年中进入量产 将由库瑞Ultra 300系列Panther Lake处理器首发 预计将于今年下半年上市 其实,早在去年9月 英特尔就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举行的Enterprise Tech Tour活动中 首次展示了基于英特尔18a制程的代号为Clearwater Forest的西洋晶片 随后于10月,英特尔宣布已经向联想等合作伙伴 交付了基于英特尔18a制程的Panther Lake CPU样品 根据英特尔官网的介绍资料显示 与英特尔三工艺节点相比 英特尔18a的每瓦效能提高15% 晶片密度提高30% 英特尔称之为北美制造的最早可用的2奈米以下先进节点 可以为客户提供有弹性的供应替代方案 此外,根据已曝光的资料显示 英特尔18a的SRAM密度为0.021平方微米的高密度 SRAM为单元尺寸 实现了大约31.8M每平方毫米的SRAM密度 与英特尔4的0.024平方微米的高密度 SRAM为单元尺寸相比 这是一个重大改进 根据研究机构Tech Insights的测算 得出的英特尔18a的效能值为2.53 台积电N2的效能值为2.27 三星SF2的效能值为2.19 也就是说,英特尔18a在2奈米 即工艺中具有最高效能 台积电N2位居第二 三星SF2位居第三 Intel 18i采用了Ribbon FET环绕闸机的GAA电晶体技术 可实现电流的精确控制 Ribbon FET可进一步缩小晶片组件体积 同时减少漏电 这对于日益密集的晶片而言 是一个关键问题 Ribbon FET提高了每瓦效能 最小电压 V-min操作和静电效能 从而提供了显著的效能优势 Ribbon FET还通过不同的带宽度 和多种预值电压VT类型 提供了高度的可调写性 HD-MIM电容器可显著降低电感功率下降 增强晶片的稳定运行 此功能对于生成式AI等 需要突然且高强度运算能力的 现代工作负载至关重要 Intel去年底公布的讯息显示 为了将Ribbon FET GAA电晶体的微缩 推向更高水平 Intel代工部门展示了 闸机长度为6nm的吸机 Ribbon FET CMOS电晶体 在大幅缩短闸机长度 和减少勾道厚度的同时 在对短勾道效应的抑制和效能上 达到了业界领先水平 Intel称 这一进展为摩尔定律的 关键基石之一 闸机长度的持续缩短 铺平了道路 随着电晶体密度的增加 混合讯号和电源布线 会造成拥塞 从而降低效能 Intel代工厂的业界首创 PowerWire技术将兼具较大的金属和突块 重新定位到晶片背面 并在每个标准单元中 嵌入奈米极锡通孔 Nino TSV 以实现高效的电源分配 Intel表示 Intel 18i工艺将领先于台积电和三星 率先采用业界首创的PowerWire背面供电技术 可将密度和单元利用率提高5%至10% 并降低电阻供电下降 从而使ISO功率效能提高高达4% 并且与正面功率设计相比 故有电阻I2下降大大降低 相比之下 三星计划于2026年量产的SF2P工艺 才会实施背面供电技术 台积电可能需要等到2026年或2027年 才能在其A16工艺上实施背面供电技术 不过预计台积电A16背面供电 将是一种直接的背面连接 可以提供比英特尔和三星的视线 更小的轨道高度 在Intel 18a取得相对于台积电N2 近一年时间优势的同时 英特尔也正利用ASML最新的High NAEUV曝光机来积极扩大技术优势 因为这是以奈米级的尖端制程所需要的制造工具 根据之前英特尔披露的讯息显示 英特尔计划Intel 18a之后的Intel 14a导入High NAEUV曝光机 与Intel 18a制程技术相较 Intel 14a制程技术的电晶体密度将会提升20% 英特尔目前在High NAEUV计划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此前英特尔已经购买了两台价值3.5亿美元的 ASML TwinScan EXE5000系列High NAEUV曝光机 并在去年完成了安装和运行 英特尔是唯一一家拥有丰富使用此类工具经验的晶片制造商 相比之下 此前台积电业务开发资深副总经理张小强表示 虽然对High NAEUV能力印象深刻 但设备价格过高 台积电依靠现有EUV能力 可支援晶片生产到2026年底 届时其A16制程技术 也将依靠目前的标准型EUV曝光机来量产 台积电考虑用High NAEUV光机生产A10制程晶片 但在此之前 有传闻称 台积电已经开始计划提前引入High NAEUV来积累经验 此前 英特尔公司西光子集团首席项目经理 Joseph Benetti就曾通过LinkedIn平台发文称 相比竞争对手 英特尔在High NAEUV经验方面 至少拥有一年的领先优势 英特尔还表示 Intel 18A工艺 全面支援行业标准 EDA工具和参考流程 实现从其他技术节点的平稳过渡 借助EDA合作伙伴提供的参考流程 他们的客户可以先于其他背面电源解决方案 开始使用PowerWire进行设计 英特尔强调 目前由35多个行业领先的生态系统合作伙伴 组成的强大团队 涵盖EDA IP设计服务 云服务以及航态和国防领域 有助于确保广泛的客户支援 从而进一步简化 总体来看 目前预计 Intel 18A将于2025年年中进入量产 最快的话也可能会在上半年量产 或将由库瑞Ultra 300系列Panther Lake处理器首发 该处理器将于今年下半年上市 相比之下 台积电的N2计划 于2025年底进行大批量生产 该节点生产的第一批产品 最早要到2026年年中才能上市 相关产品预计将于2026年秋季上市 这也意味着Intel 18A整体的进度将会比台积电N2领先近一年的时间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